罗伯扬在我一跨进屋子之后,就在我的身边,他本来是扶在门上的,因为我一推门,他才跌倒在地上,而他跌倒在地上之后,便连动也没有动过,睁着大而无光的眼睛望着我,他不是不想动,而是根本不能动了。 他的那种面色神情,任何人一看到就可以知道,这个人已经死了,我待了半场,不听得有什么特别的动静,但是我仍不能肯定这两层房子中,除了我以外,便没有他人了,所以,我由暗门中向71号走去,花了三分钟的时间,搜索了那三间房间,确定了没有人之后,我才又回到了罗伯扬的身边。 罗伯扬仍然穿着那件睡袍,从他尸体的柔软度来看,他的死亡,只不过是半小时之内的事情,我很快地便发现了他的死衣,在他右手的手腕上,盯着几枚尖刺,其中有一枚,恰好刺进了他的静脉,那种尖刺,正是我在张小龙的实验室前,曾经捡到过,交给老菜,又给人偷去的那种, 我又小心地将这几枚尖刺,拔了下来,罗伯扬当然是在一开门时,便被人以尖刺射死的,所以他的尸体,才会压在门上。 接下来,我便想在罗伯扬的身上,和他的房间中发现些什么,但是却一无所获,我不知道害死罗伯扬的人是谁,但是我却可以肯定,害死罗伯扬的人,和张小龙的失踪,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 从结家,罗伯扬这一条路,追寻张小龙下落的线索,已经断了,但是我却并不感到灰心,因为我还有刘森,他可以供给我更多的线索,我想就此退出,但是一转念间,我便改变了主意,我至少要让杀死罗伯扬的凶手,吃上一惊才行。 因此,我拖着罗伯扬的尸体,走进了暗门,又将暗门小心合上,一直将罗伯扬托到了厨房,将他的面部,压在煤气灶上面,打开了煤气,关上了厨房门,这才由大门退了出去,上了车,回到了家中。 我知道,明天或者后天,当凶手邮报上看到罗伯扬死在厨房中,而且是由于煤气中毒而死,那么凶手一定会大大的吃上一惊的,虽然,这可能对我,没有什么好处,但能够扰乱一下敌人的心神,总是不错的。 我到了家中,已经五点多了,忙了将近一夜,仍然说不上有什么收获来,我专心一意,等着刘森来到之后再说,可是,第二天早上,当我看到早报上的消息之际,我不惊呆了。